各位群友,大家晚上好 今天是五四青年节 五四运动距今天,99年了 今晚我们请到了青年作家 我们的群友周明和 给大家把五四运动回望一下 看看五四怎么形成的,有什么原因 以理清五四运动的顺序和目的意义 和今天的一些关系 五四运动这块也有很多 被历史遮蔽的地方 所以我们正本青园 希望大家提出文字 可以给他提出自己的一些疑问 大家也可以讨论 下面我们有请周明和登场 给大家做讲座 好的,谢谢大家 这个五四运动它因为比较复杂 也没有经过什么充分的准备 昨天和宁老师简单的沟通了一下 觉得五四运动99周年 这个纪念也不能白过 我们也借着这个机会 对这个五四运动 加深一些了解和反思 作为对于未来的一个经验的总结 我这次分享 主要是以周策中 五四运动史这本书为核心 以他的材料和他的一些观点 进行一些加续加益的分享 好,下面就正式开始 就是1919年5月4日 中国学生在北京游行示威 抗议中国政府对日本的驱逐政策 由此引起一系列的罢课 罢市罢工及其他事件 终于导致整个社会的变动 和思想界的革命 没有过多久 学生们就为这兴起的时代潮流 起了个名字 这就是五四运动 他这个名称 或者说这个名词的来源 后来这个名词的内涵 就随着这个时间的这个演进 他比他这个当初大大地扩充了 所以说就是五四运动的 他这个后来的这个节点 什么的 包括对他的这个理解 后来也都发生了一些变化 那么我们再继续举手一下历史 因为这个五四运动 他最直接的这个参与主体 就是一些青年学生 就是在中国历史上 我们可以找到 许多于五四运动 在某些方面存在相似的事件 由学生带领批评或干涉政治的例子 屡见不鲜 最早鉴于记载的是春秋时期 郑国人在乡校里批评朝廷的事件 发生于公元前542年 郑国当时的这个执政就是职产 就是他没有听从别人的建议去关闭学校 就是乡校 他不毁乡校 有这么一个美谈 然后资产的这种开明宽容的政策 受到当时及以后许多中国历史学家 包括孔子在内的赞赏 在西汉末 就是汉埃利 元寿二年 公元前一年 一千多名太学的学生 在博士弟子王贤的领导之下 抗议朝廷成属一位刚正的官吏 私立 暴宣 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 太学学生直接干涉内政的事件 在公元前20世纪东汉时 太学生郭太和其他人 联合了朝臣和思想界的领袖们 大胆批评朝廷和宦官 后来就造成一个所谓的党务事件 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做的党政 然后后来还有其他的党务事件 第二次 后来就到了宋朝时期 北宋时期 学生运动更趋于空前普遍 宋徽中酸和七年 公元一一二五年 太学生陈东 领导太学学生请求皇帝 厨师宰相和部分军事领袖 控诉他们处理国事事务 但是这次上书没有任何结果 第二年也就是宋徽中靖康元年 陈东又率领几百名太学生 服缺上书 当时支持他们的军民 不期而急着数万人 他们要求皇帝惩罚宰相 启用所谓的主战派李刚为相 并且采取强硬的外交政策 以抵抗北方来的 惊人的侵略 在这个所谓的运动当中 皇帝的内侍 遭受民众猛烈的袭击 被杀死了数十人 结果朝廷处死了 与这次暴力行动有关系的 有直接关系的民众 素人 但也受到民意逼迫 改变了一些外交和内政政策 这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个在校学生领导 平民干涉外交政策的典型例子 后来吧就到了宋高中时期啊 就这个陈东们和许多其他学生 后来也都被处死了啊 然而在宋朝后期仍然发生了五六次 类似的学生运动啊 并且还有学生罢课事件的记载 呃 后来吧就是到了明朝吧 这也出现了一些类似的这种 所谓的学生运动吧 呃 呃 就是 这个周测中吧 他分析了一下 我简单的说一说吧 哈 他说事实上啊 中国几千年来在危难时期 往往是官办学校啊 通过教职员和社会 和学生团体啊 担当起公益代言人的角色啊 然后吧 就是大部分的这个评论家所谓的哈 或者就是当时的一些开明人 的大敌都赞同这种活动啊 比如说那个明末的这个黄中西啊 呃 但是到了这个呃 这个清末吧 明初吧啊 由于这个啊 社会的这个思想啊 或者环境啊 观念啊 都发生了一些变化啊 就是中国的这些学生吧 啊 有一部分啊 他是继承了这个古代的这些 所谓的学生的啊 一些呃 这个 这个这个政治使命的这个传统啊 然后吧 还有一些啊 很多一个不一样的地方啊 比如说啊 这个一些西方观念的啊 他这些呃 对中国的传入啊 比如说当时啊 那个受这个啊 这个青年杂志吧 后来那个新青年的影响啊 就是他们的这个思想吧啊 出现了一些变化啊 呃就是呃去年年底吧哈 我是在分享那个呃 就是清朝的灭亡的啊 那么一个捐题当中啊 我还提到就是当时吧 呃 有旧学生吧 就有请愿啊 参与了一个请愿吧 就是立宪的请愿啊 但是呢 就当时吧 他这个学生的这个数量吧 他是非常少的啊 呃 当时的这个学校吧 呃 也比较少啊 比如说 到了1919年啊哈 就说呃 中国的这个官办大学啊 才只有30万啊 而且就是说 他们招生的这个学生的数量 起初也是非常少的 呃 比如说这个北京大学啊 才1912年啊 他就招生啊 他是到在校在校的学生啊 是818人 这样的话可能他们每一年招的学生 可能只有200300人 但是进入民国以后吧啊 啊这个情况吧各方面的情况都出现了变化啊 过去吧 可能就在清雾吧 是以啊 就是社会精英主导吧 或者部分精英啊 有革命的诉求啊 立宪的诉求啊 啊 但是进入啊 这个民粗以后吧 啊 就是啊 整个人这个 这个言论空间吧 在变大了 然后整个社会阶层吧 也有些变化啊 知识分子群体啊 新新的这个知识分子群体啊 也出现了啊 包括呃一些关键的传播吧 哈 啊 开始啊 有了一些人权的意思啊 民主意思啊 自由意思啊 啊 然后吧 啊 就是说呃 这个学生的这个群体啊 也扩大了啊 比如说这个北大吧 就是啊 每年都扩招啊 就是说到1919年吧 哈 他的在校学生啊 已经达到了两千多人 呃 然后吧 就是1916年底吧 就是蔡元培吧 被任命为北大的校长啊 啊 蔡元培吧 他是 以前吧 他是一个革命党啊 后来吧 他就留学 呃 法国了嘛 然后他的呃 观念吧 就是有点激进 但是也算是开明人士 然后又所谓的受到呃 西方的这个教育思想啊 学术思想的一些影响吧 呃 他主持北大吧 让北大啊 有了一个字的变化啊 就是北京大学吧 他是1898年8月份啊 创办的嘛 然后呃 在将近20年的时间里啊 北京大学以他守旧的传统而为名啊 学生们把这所大学 作为在政府中飞黄腾达的垫脚石 而不把它作为求学研究的地方 所谓的教授们呢 也大多来自官场 品情教授也不完全啊 依据他们的教学和学问 而更多依据他们的官阶啊 教授们被称为中堂或大人啊 学生们则被称为老爷啊 在道德方面啊 教授和学生们多声名狼藉 他们时常留恋于赌场或祭院啊 当时北京大学以探院团赌窟啊 和福宴巨瓶花虫去世之策原地等恶名雅号为名啊 当然过了一百多年了 现在感觉又有点回归了 比如说教授被称为老板啊 什么的啊 然后教授和学生的这个道德素养 道德的表现啊 也都不敢恭维啊 就是呃 这个蔡安培吧 他呃 就是兼容并蓄嘛 这个他有这么一个思想啊 比如他提出啊 就是一些呃 很新啊 很那个呃 的一个观念吧啊 很亲很自由的 这些一些观念啊 然后比如他聘用了很多呃 知名教授吧 而且这些教授吧 呃 他们的观点彼此是分析的啊 呃 然后吧 呃 那个 呃 就是说 呃 这个 教授吧 群体吧 好多也都算是 呃 新知识的群体啊 就这些教授吧 可能是 呃 受到了一些 啊 诸如无政府主义 虚无主义 或者是自由主义 啊 方面的一些影响吧 对旧官僚很轻视啊 他们就一心啊 想做学位啊 呃 然后吧 当时吧 就是 呃 就是从 呃 那个 算是 21条的刺激吧 哈 中国的这个 民族主义 这个意识啊 开始觉醒了 然后当时吧 也创办了青年杂志嘛 那个陈独秀在上海 呃 这个算是新文化运动的一个发端吧 呃 新文化运动吧 呃 我感觉他 呃 带有中国式的这个启蒙运动的这个意味啊 呃 北京并且改名为啊 新青年啊 这时候就是发挥的这个舆论影响啊 可能就是 更为重要了 重大 那个时候吧 就是学生吧 也都比较积极和活跃啊 当然他们可能也是受新青年的影响嘛 然后比如说 1918年冬天啊 北京吧 有一群才能卓越的学生啊 因为受到当时潮流的影响 热烈支持新思想和新文学运动啊 便合作创办了新潮杂志啊 呃 呃 然后促使中国这个民族主体觉醒啊 学生吧 爱国热情 学生的一些参与意识政治意识的觉醒吧 呃 而且尤其是学生那个群体在扩大啊 所以说他们呀就形成了一种啊 就是一种主要的力量嘛 或者最起码就是说冲到最前面的一种力量啊 呃 在19 呃 1918年吧 这个五月份实际上就发生过这种学生运动吧 啊 呃 当时吧 五月二十日啊 两千多名在京的大学和其他学校的学生啊 包括这个国立北京大学国立北京高等师范学校 国立北京法政专门学校和国立北京工业专门学校 举行过一次啊 抗议签订啊 就是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啊 那这么一个游行请愿啊 学生们啊 就是聚集在那个总统啊 冯国章啊的这个总统府前面啊要求公布协定的内容 并加以废除啊 由于总统啊 向他们保证政府从不曾做过 也不会去做损害国家利益的事啊 学生们的情绪啊 才暂时啊 平静下来啊 这次没有啊 就是产生一些啊 一些激烈的事端吧 后吧 就是当时吧 其他许多城市的学生啊 也举行了类似的游行请愿 包括天津上海福州啊 这个诉求吧 都差不多啊 就是提醒中央政府废除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啊 就是到了这个啊 1918年底吧 到1919年初啊 就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了嘛啊 中国作为战胜国也参加了这个呃 巴黎和会啊 呃 中国吧 就是参战晚嘛啊 呃 也没有直接出兵 但是吧 中国就是提供了华工吧 就是大概有14万或者是有20万的说法啊 就说华工吧 就是也有牺牲了大概有3万多人吧 啊 呃 就是说 为这个协约国的这个胜利吧 啊 也算是 啊 有很多的这个贡献吧 而且当时吧 就是美国总统威尔逊啊 他曾提出过一个 呃 叫14点协议协议吧 还是叫什么 我看啊 啊 这个是14点原则 是1918年1月8日啊 由美国总统威尔逊啊 他提出了 啊 因为这个德国和俄国购合问题 威尔逊总统啊 在国会演讲时提出了议和基本条件 第14点和平原则 其中的主张包括 费从秘密外交 公海航行自由 消除 国际贸易障碍 限制军备 平等对待 并尊重殖民地人民 德国在欧洲强占了土地因汇回 啊 对大小各国同等保障 其政治独立啊 与土地完整的权利 以及组织国际联盟 以维持世界和平啊 当时吧中国人啊及其他小国对此啊都热烈欢迎啊认为14点原则是对弱小民族的正式保障 当时呢就是因为这个巴黎和会吧还是啊受到了这几个列强的这个主宰吧尤其是这个英国法国意大利日本啊 就是美国吧也算是靠边站了啊 然后吧就后来吧不久后啊从巴黎啊传来了第一个使中国人震惊不已的消息啊 呃就是说 呃日本代表啊牧野森显南爵啊1月27日在五强全体会议上宣布啊 英法义三国曾在1917年2月与日本签订秘密协定啊承诺在战争结束后啊援助日本要求割让德国战前在山东及各岛屿之领土权啊 有了这样的秘密保证 日本对和会通过其要求啊更是四大九稳了 而中国所赖以为援的美国却变得孤立无助了 包括这个不久之后吧啊都传来了一些对中国不利的这个消息吧 然后就刺激了中国的这个民族主义情绪和啊这个知识分子青年们的这个甚至于啊社会上的一个比如说是啊商人呀工人呀啊啊他们的一些呃情绪吧 啊然后吧啊就是在天独秀等人的这个鼓动下吧 呃就是以北京大学啊的学生为主的啊 一些北京的这个青年爱国学生啊开始这个准备啊进行这个游行抗议示威嘛啊 这个也甚至是一个路径依赖吧或者说是一个习惯了啊 因为呃去年吧或者前前一些日子啊已经呃有过这样的举重啊 到了这个五月四日下午啊就是1919年了就是我们说的99周年啊前的今天 下午一天下午一天左右三千多名学生啊聚集在天安门 呃 然后吧呃就是在天独秀等人的这个鼓动下吧 呃就是以北京大学啊的学生为主的啊 一些北京的这个青年爱国学生啊 开始这个准备啊进行这个游行抗议示威嘛啊 这个也甚至是一个路径依赖吧 或者说是一个习惯了啊 因为呃去年吧或者前前一些日子啊已经呃有过这样的举重啊 到了这个五月四日下午啊 就是1919年了就是我们说的99周年啊前的今天下午一天左右 三千多名学生啊聚集在天安门 呃呃天安门前广场参加游行示威啊 他们代表了北京啊13所大专所校啊 呃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惠文大学最早到达紧接着是北京法政专门学校 哎反正十多个学校吧 然后北京大学的学生吧到的还是最晚的 但是他们在游行示威活动中扮演着领导爵士啊 这可能就是跟北京大学的地位吧 和他这个学生的这个呃 他们或者是办杂志啊什么的这些东西都有关系吧啊 可能自身也比较优秀啊 呃当时凡仙道的学生都用鼓掌欢迎后来的啊 后来的便摇旗摇动旗子作答不乏整齐啊 一种严肃啊然后吧他们在游行的过程当中吧啊 也受到了一些啊什么军警的一些阻挠吧 反正搞得情绪啊比较高涨啊受到了一些军警的阻挠吧啊 就是学生吧就在这种双重失望和压力之下啊 当然这个学生队伍里边吧也有一些其他的民众啊 他们就开始变得恼恼恼和愤怒啊 他们发现现在国家还没有亡掉自己的国土以不能通行 而且自己的政府还要来阻碍啊 将来亡国了啊更何堪设想啊 因此更迁怒于今日的官吏啊 呃这里吧我我这里我刚才忘了说了 我这里要补充一下吧哈 呃比如说从日俄战争那时候啊 就是说日本算是取胜了吧 他对于啊所谓的这个亚非拉的殖民地国家 或者是弱小的国家 他有一个呃刺激和鼓励吧啊 使这些弱小民族为了争取独立啊 或者为了摆脱这个列强的这个欺压吧 啊他们产生了一种尊严感 产生了一种啊就是说 自信心吧啊 而且这时候就是啊民主主义吧 开始兴起吧啊 然后吧1919年吧 就是3月1日啊 在朝鲜发生了一个三一运动啊 这个运动吧呃 虽然是被日本这个残酷的镇压了 呃但是对中国来说吧 他确实一个巨大的刺激啊 中国不愿意不这个朝鲜的后臣 所以吧这些青年学生吧 或者说知识阶层吧啊 就是说他们这个抗争啊 的这个意识吧 可能更强了一些啊 啊就是非常担心啊 中国啊 以后吧就是变成朝鲜那样啊 被日本说带哥说欺压啊 然后就是我们理解这个学生的这个一个激烈情绪吧 啊他为什么会有这种激烈的情绪啊 就是说呃我觉得吧 就是说呃这是他的一个呃 不满的心里啊他的一个来源吧 啊下面就是接着上刚才讲的那个啊 啊学生队伍吧退出东郊名相啊 调转向北沿湖部街东长安街到东单 排楼和十大人胡同啊 他们沿途散罚全单啊 大喊卖国贼曹汝林 卖国贼陆忠于啊 卖国贼张忠祥 甚至连军阀段祺瑞啊 和他的亲信徐树珍也包括在内啊下午四点半左右啊 对我到达离外交不远的赵家楼二号潮宅啊 就是曹汝林家嘛 那这个曹汝林啊 他们几个可能就是负责外交的嘛啊 可能算是有点直接的责任啊 但是呢就主要的呃主要的这个责任啊 应该不他们的啊 还是最高层的吧 直到这时啊 事态的发展还没有真正失控啊 然后没有出现什么激烈的这个暴力行为啊 就是当时吧 就是曹汝林家吧 大概有四五十个这个军警在那里把手啊 学生队伍吧 要求这个曹汝林出来啊 出来亲自出面解释 与日本地劫密约的原因 当时吧 曹汝林他是在家里啊 对于这些要求吧 他家的这个给大家看门的那些警察吧 不但置之不理反而试图迫使学生退后 这使得游行示威的学生啊 愤怒异常大声呼喊 卖国贼卖国贼啊 许多学生开始向曹汝的窗口和墙头 抛制石块和白鳍啊 然后吧 就是把曹汝林家的一个闭女吧 给给给给砸砸伤了啊 然后吧 五名学生在墙内遭遇了数十名潮宅警卫 呃 然后警察会员吧 都已被学生下注了毫无抵抗之力啊 日平学生搬开堵门的石头和木块 把前面打开啊 就这样大提学生啊 涌进了潮宅 反正最后吧 就是学生的这个情绪吧 啊 就是算是 失控了爆发了 然后啊 有几个吧啊 特别激进的学生啊 走到车库 搭毁曹汝林的汽车 取了几种汽油啊 到客厅和书房等处破胶啊 放火烧屋啊 这就是所谓这个火刀赵家流的典故吧 当时吧 啊 张宋渝啊什么的都在他家里 然后吧 那个 曹汝林吧 自己是 藏到一个箱子里了啊 后来反正也是 也算是 呃 侥幸逃脱了吧 啊 然后张宋祥吧 被打脏了 啊 然后好像是受伤 五十六处啊 但是可能不是重伤 然后吧 呃 据报道啊 同一天吧 在天津的房子啊 张宋祥的房子啊 也被学生给毁掉了 呃 有一些学生吧 后来就是被捕了嘛 啊 学生被捕以后 东郊名县周边啊 立刻宣布戒严 然后还用来救火的啊 这个房子吧 就是没完全烧毁 但是烧呢 也很厉害了啊 然后这条新闻迅速传遍了整个京城 啊 由以上的叙述看来啊 到此为止啊 似乎可以确切的说 游行示威 纯粹是学生们义愤的表示啊 这种公愤啊 终于演变成大多数游行者不曾预料的失去控制的骚动 啊 这个就是啊 五四这一天发生的啊 五四世界之所以能在中国近代史上占据独一无二的地位啊 与其说是因为游行示威的本身 您说啊 是因为游行示威所引起的就是说后面的一系列的后果啊 啊 然后吧 就是后面的一系列的呃 世界的发展嘛 就是学生吧 示威啊 罢课 呃 然后吧 就是工商界啊 集劳工界啊 也就是积极支持吧 啊 然后就是六月二号三号四号啊 有一个大逮博啊 但是呢 到了六月五号上海啊 就罢市罢工啊 后来吧 到了这个六月三十号吧 前后 就是说这个在这个巨大的压力下 嗯 这个北洋政府吧 最后拒签了 这个 呃 算是这个巴黎和会的这个协议啊 没有向这个列强啊 拓协啊 呃 五十世间以后啊 中等学校和大章章章的男女学生啊 抢尽了风头 然而这不仅是一场学生运动 背后还有新式知识分子 如教授 教师 作家啊 他们积极提出各种主张 以支持学生 呃 从五十世间开始啊 新式知识分子领袖 就是学生们最热忱的支持者 啊 蔡元培和其他大学籍啊 学院校长的抗议和辞职 都是学生最有力的精神支持啊 当五十世间在北京发生时 胡适和蒋梦林正在上海迎接 这个美国著名学者杜威啊 一直到五月六日才知道 不过他们和杜威都是同情学生运动的 呃 这个广义的武士吧 啊 这个运动吧 啊 就是主要事件发生在一九一七年到一九二一年之间 啊 由于一九一五年日本提出21条啊 一九一年巴黎和会做出的三冬决议案 激起中国民众高达的爱国心和反抗列强的情绪 中国学生和新起的思想界领袖们 得到了这种群众情绪的支持 发起一系列的抗日活动和一项大规模的现代化运动 希望通过思想改革 社会改革来建设一个新中国 他们最着重提倡的是西方的科学和民主观念 而中国传统的伦理教条 风俗习惯文学历史 哲学宗教 以及社会和政治制度 都遭受到猛烈的攻击啊 这些攻击的动力啊 都是从西方的自由主义 实用主义 公立主义 无政府主义 以及各式各样的社会主义思想而来啊 和四日的抗议示威啊 则发展成这一系列活动的转折点 新兴的商人 工业家和城市工人 随即都对这次示威的目的 表示同情和支持 终于迫使北京政府让步啊 改变内政和外交政策 这次前所未有的大联合 获得的胜利啊 为他们所鼓吹的文化思想铺平了道路啊 但是此后不久运动逐渐卷入政治漩涡 最终使得运动中结成的新式知识分子联合正线 崩溃了那些自由主义者 不是失去了热情就是果如避免参加政治活动 相反的左翼分子则通过政治捷径啊 联合国民党已推翻北京的军阀政府 西方诸国对此运动的态度 因此由同情啊 转变为疑虑或反对 他们的态度转变也是促使运动分裂的一个主要因素 此后啊 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越来越得势啊 无数复杂难解的争执 分然敬起啊 五四运动的影响特别广泛 他推动了决生运动和劳工运动的抬头啊 推动了国民党的改组 推动了中国共产党及其他政治社会集团的诞生啊 还有这个反军法主义和反帝国主义得到发展 新的白话文学从此建立 而群众的普及教育也因此大为推广啊 中国的出版业和公共舆论的力量都大有发展啊 这场运动还加速了就是家庭制度的没落和女权运动的兴起 呃 此外把五四运动的巨大影响还包括啊 儒教的无上权威和传统的伦理观念啊 遭到根本的致命打击而输入的西方思想则大受推崇 呃人们啊常常从整体上是成功的还是事外的来评价啊 就是这个五四运动吧啊 这就导致了对这场运动啊 过于简单化的认识啊 而这样一场复杂的四相未经计划的事件 是不能只从这些方面啊 来分析的啊 还有人啊 从派系观点出发来评价他 呃就是啊 我昨天嘛 我自己呃在就是谈到这个五四运动的时候啊 我就说啊 五四运动有复杂面向和多重的影响啊 呃 然后吧 就说他但是他比较突出的一个方面啊 他就是说种下了激进主义啊 乃至极端主义的因子啊 成了一部分人啊 被数额诱惑啊 乃至在精神和行动上呃 拥抱共产主义的这么一个契机吧 甚至说对国民党 他的帮助也很大 比如说这个啊 学生运动吧 发展到1922年到1924年啊 这个所谓的第三阶段吧 在这个时期啊 学生们开始啊 参加政党的组织工作 全国范围的学生运动吧 在1923年复兴啊 学生中的左翼啊 几乎左右着学生运动的方向 这种情况在中国南方尤其明显啊 这种趋势啊 因1924年国民党啊 采取争取学生入党的政策而达到高潮 国民党的这一政策啊 得到共产党的支持啊 在当时共产党中的大多数人也加入了国民党啊 学生联合会 自此正式被列为参与政府活动的政治派别 不知道吧 就是啊 武士运动吧 啊 就是说关于武士运动的定性吧 啊 老毛啊 他有一个很重要的定性啊 他就把这个武士运动吧 定性为新民族主义革命的一个开端啊 为什么他这样定性呢 啊 啊 我们都知道 就说1919年这个五十四日吧 啊 这个武士运动就是说 呃 他是这个苏联的啊 这套东西吧 或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这套东西啊 开始在中国吧 呃 产生巨大的影响的一个时期啊 虽然说这些思想吧 也是通过日本啊 来传入 因为当时他们也都不得懂俄文嘛 啊 很多的消息啊 思想都是通过日本啊 来传过来的 然后吧 我们都知道啊 在巴黎合会的时候 中国受到了列强的欺负 但是这时候啊 有一个前列强啊 中国似乎是表示了很大的同情和支持啊 他就是呃 苏维埃革命啊 胜利后的这个俄国啊 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苏俄啊 这个十月革命啊 成功以后吧 苏俄啊 极其主义 在当时中国的影响逐渐增大啊 对苏俄的好感逐渐增强 尤其是在民营网中的小资费人中间 1918年7月25日啊 政治布尔斯维克政权风雨飘摇之际 苏俄政府发表对华宣言称 凡从前与日本中国及协约国决定的密约一律取消 凡从前俄罗斯帝国政府时代 在中国满洲以及别处用侵略的手段而取得的土地一律放弃 啊 这个宣言啊 受到了国人的热旁啊 简直是寒冬里的一把火把所有人都烧得暖轰轰的 自治阶人人眼中啊 勤着泪啊 让必欢呼 亲和成了自治界的新潮流啊 大学正乡 正乡开设俄文班俄文系啊 共产党早期组织社会主义研究社 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一类社团 在大江南北飞飞冒出啊 形成百川赴海之势啊 就我们知道吧 就是说啊 你看这个新青年吧啊 啊 就是说他形成了很大的影响 而这个新青年呢 他这个创漫者吧啊 就是陈独秀吧 也属于他孤军奋斗 碧露蓝旅啊 一手啊弄出来的啊 就是陈独秀吧 本来也没什么学历啊 但是呢 他后来吧 就是被蔡元培 呃 拉到这个北大 做这个文科学长 实际上就等同一二号人物了 啊 就一个重要的地方 就是因为他在新青年啊 在这个青年学生当中 这个巨大的这个影响力 这个时候呢 啊 陈独秀转向了啊 他后来啊 因为嫖娼风波什么的 后来呃 就是从北大离开了嘛 呃 就是啊 后来吧 他在南方吧 也又开始啊 转入这个呃 研究和介绍这个马列主义吧 啊 后来成为这个呃 中共的这个主要奠基人之一啊 中国人民被啊 欺辱惯了啊 假如有一个帝国主义 或前帝国主义国家 对我们投资以逃啊 我们真的要感激 披零了啊 我那个前阶子就说嘛 我说这个日本的这个压迫和刺激啊 也是中国 促使中国吧 啊 就是说这个救亡情绪啊 就越发激烈啊 就是人的这个情绪越近越发激进的 这么一个动因吧 所以说吧 日本啊 他对于中国啊 知识界吧 和整个中国社会吧 转入这个激进主义吧 他有很大的责任啊 就迫使中国吧 啊 开始就是说 呃 很多 那个青年吧 和知识分子啊 开始 进俄啊 张国焘为此说道吧 在一般青年看来 啊 日本和其他列强都在欺辱中国 只有苏和是例外的 啊 他们认为 只要苏和能有意愿 废除不平等条约的表示啊 就是值得欢迎的啊 在五四以前吧 中国也没有反帝反封建这样的口号 一般的青年学生啊 也不懂得什么叫反帝反封建啊 然而苏和及其主义吧 已经传播到中国啊 这些口号吧 也就随之产生了 并且对于中国的政治及外交 等等都发生了重大的这个影响 这个影响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 嗯 他的一个结果吧 就是1920年7月啊 在共产国际和苏和的人员与经费的支持下 啊 中国共产党宣告成立啊 下面我再介绍一下这个啊 五四运动吧 他呃 他发生以后吧 他中国的一些社会的变化 比如这个新闻及公共娱乐事业 舆论事业啊 迅速发展 如果比较一下五四前后的报纸杂志 就会发现后来的报纸杂志啊 无论在制作技术 还是在事项内容上都有了绝大的进步 这里出版物数量的迅速增长更是史无前例的啊 其受众数目也在激增 政府和公众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视新闻 然后就是教育普及得以扩展啊 教育改革实行啊 普通知识分子的生活及所述随顶也大有提高啊 然后作为五四运动的成果 学校越来越多的啊 讲受现代知识 嗯 伴随着这一切的 是五四运动中对中国政治进程的影响啊 它促进了新的政党组织及活动的原则及方法的采用 从那时起各政党开始密切联系群众啊 特别是青年知识分子 同时啊 他们在其政治纲领和政策中更多的强调社会问题 中国作为一个民族国家的意识得到加强 社会主义民族民族观念啊 以及争取民族自由和独立的思想 在知识分子中赢得了声誉 而追法主义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政策 则成了政治攻击的目标 从而遭到公众更有效的反抗 啊 总的来说 五四运动的逐种倾向几乎决定了以后 几十年内中国的思想 社会和政治的这个发展方向 呃 当然了 就是说 呃 当时吧 也算是呃 不仅是青年学生了 包括整个知识界思想界吧 也都特别的那个不成熟吧 啊 比如说这个啊 引入了这个西方的这个书籍啊 啊 包括我们自身的这个出版业 可能都不发达啊 当时啊 比如说五四 啊 新方运动提上这个民主和科学啊 但是呢 没有讲自由啊 也没有讲理性啊 后来就说 呃 走入这个激进主义 乃至极丹主义吧 啊 这个也都不是偶然的 是说评价五四吧 就是啊 需要从多个层次吧 啊 但是呢 我这里要必须要强调 就是说 中国后来吧 呃 一系列的这个 坎坷吧 和一些企图吧 啊 不纯粹是思想的影响 五四运动吧 他有一些进步的因子 啊 虽然也有些消极的因子 但是就说 呃 这个外力的影响吧 呃 包括日本啊 尤其是苏俄的这种影响 他这种外力的干涉啊 他是促使中国这个命运吧 和这个历史进程发生一个巨大的这个变化的一个啊 就是很大的力量啊 虽然内部我们内部吧 呃 就是说我没法就说 呃 不要太责外这些学生啊 或者当时的 呃 这个知识分子吧 就是 特别的这个幼稚吧 啊 比如说这个陈独秀啊 他的这个热情大于理智 而且这个人吧 他的这个气质吧 带有这种不断啊 带有这种独裁的这种气质 像陈独秀吧 甚至于胡适他们吧 就说 肯定都有他一定的局限啊 呃 所以说吧 但是呢 呃 像这个激进主义吧 我说他要分两面来看啊 他没有堕入这个极端主义啊 这个激进主义吧 对社会的这个进步吧 他还是有很大的这个正面作用啊 呃 然后吧 呃 再谈一谈这个啊 五十运动这个历史性价啊 比如说这个保守派指责五十运动 要为中国后来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潮流负责 啊 这又提出了另外一个有趣的问题啊 毫无疑问 中国的共产主义 就是从这场运动中萌芽的啊 从这个意义上讲 保守派的指责有几分真实性 但事实上这个指责啊 隐含着这样的意思 五十运动从一开始就错了 自由主义者和民主主义者既不应该发动 也不应该参加这场运动 呃 呃 上面呢就简锐的不再念了吧 然后呃 这个有一个结论吧 五十运动时期啊 及其后的阶段 除了共产主义闯入政治舞台外啊 还有两个啊最重要的现象 即国民党和西方列强改变了对五十运动态度和政策 以及中国自由主义者的啊软弱退缩 这种改变和软弱啊成为后来吧 中国政治和社会发展的关键因素啊 呃 然后吧 有很多人吧 呃 也把这个发生在一九二五年五月三十号的这个五十二产案吧 呃 作为一个广义上的这个五十运动的一个结束吧 啊 我就介绍一下这个五十二产案 呃 就是 五月三十日吧 啊 一九二五年 两千多名中国学生和工人在上海游行示威 抗议一名中国工人于五月十五日在该市被日本沙场卫兵杀害 游行当中啊 至少有十一名学生和工人被英国巡警枪杀 有二十人受伤啊 六月一日十余万名中国学生进行大罢工抗议 导致二十余收 外国兵舰开进黄浦江啊五个国家的海军在中国登陆啊 五月三十日以后吧 中国人至少再有八人被杀啊 四十四人受伤五杀惨案及其后果在一定程度上留存着五十运动的痕迹啊 对中国社会吧 有着啊 我这里强调的就是说啊 他确使中国人吧 就是说在这个情绪上吧 更加激进吧 而且当时吧 已经是啊 国民党啊 改组完成吧 然后就是他所谓的这个北伐战争的这个前奏吧 可能发生的这些事件吧 啊 对于这个很多的这个 呃工人啊 啊 或者青年学生什么的 他支持这个国民党的 呃 这种革命政策吧 啊 他可能产生了这么一个影响啊 啊 好的吧 那我在最后再补充一下 就是说五四前后吧 啊 就是说 追伐混战的这个局面已经生成了吗 啊 就当时的这个民生吧 极端困苦啊 社会思绪 土匪风起啊 啊 我去年写的一个 啊 东西吧 就是说 呃 山东那个 发生在1923年 这个临城火车大结案吧 里面也介绍了 当时就是说山东 比如说山东地区啊 就是民生特别困苦啊 就那样的一种社会状况吧 就是说 其实这样的一个土壤吧 哈 这样的一个氛围啊 也更容易滋生啊 就是这个动荡的因素 这个激进的因素啊 但是呢 啊 这个解决这个问题啊 不能靠激进主义 更不能靠这个极端主义 或者说不能仅仅靠这个激进主义啊 好 这次分享啊 就先到这里吧 啊 呃 呃 卓银河大概用了这些钥匙时间 把这个五四运动的前后 和他的一些背景关系讲一讲 啊 我做些 做些补充 就我们先谈 96年前的这个五四 五四呢 实定在两方面的这个主要内容 或者叫五四有 两个背景 啊 一个就是五四前后 实际上 呃 以北京这个 陈敦教他们办的这些新青年杂志 啊 呃 搞的这种通称叫新文化运动 啊 这里边呢 主要是文学革命 新诗啊 新的小说啊 就白话文写作 还有一种呢 就是仿照意大利和法国启蒙运动 啊 这个叫叫三启蒙啊 啊 还有一个重要内容呢 是主要是批判 狠批如家 啊 就叫达到孔家殿 啊 这是他的一些背景 武器运动的发生的这样一个思想上的背景 啊 另外一个就是说武器运动这个直接起因 就是我们讲学院上 1919年5月4日到天门游行 让火山火烧赵家楼啊 打伤了这个这个民工政府的高官啊 然后紧接着北京上海搞那个罢工罢市啊 全国大概22个省啊 这个一百多万人上街来支持啊 这样的话就是变成了中国呢 从此开始一个就是啊 从工人到市民到知识分子啊 就是实际是社会上思想的一次重大的行动和动员 或者演习啊 也预示我们激进的这样的思想和革命啊 要到来了 这个武器运动本身他的直接起因 他是这个因为元日凯时期 就是中日定的那个二一条 那二一条呢 就是说另一战的这样的一个背景 日本人要把占领中国山东的 像主要以青岛 还有交际铁路为主的山东那个德国的实力范围 要给驱逐住去 所以他出动了海军 出动了两三万的陆军啊 趁着一战德国正在混乱 正在跟法军那艰苦卓越的正在打枪核战呢 他就把这个占领过 当然我讲话了一条 实际上中国在那时没有 当时现有条件没有吃太大亏 应该叫小不忍得乱大膜了 但是民众并不清楚这情况 青年学生更不知道 所以1919年 这一战结束之后 巴黎合会上 就是中国这个所谓山东权益 就得到了这个损害 这里边我谈两个细节 一个是在巴黎合会的时候 是梁启超去的 梁启超故意把这个政府可能要签的这个内容 报告给国内 报给过去的财长林承林 这也是作为一个政府官员派出的代表 主动泄密 政治上没有规矩 他泄露给林承林就是林慧音的爸爸 林承林在北京就把这个街道这个电报这个消息 在报纸上给捅出来了 所以这个引起了北京这个大学生 这个华人大变 所以就有了所谓的五岁运动 所以呢 这是他直接的一个企业 所谓把攻把势 所以叫爱国主运动 但是总体来说 这个思想启蒙运动或西方案运动 包括五岁运动 他是在干嘛呢 他主体的背景 他的浅层的背景 实际上他是 就是中国要灭亡了 中国人没有人权 所以他们提出咱们的口号也是这样 就叫外征国权 内省国贼 主要是征这个国家的权利 征人权 征自由 征民主 那这个里边呢 他主要是一种这个青年学生 比较幼稚 也比较激烈 或者也比较 让人流血飞成那样 救国运动 就是通证来说 就是救人和救活 就是说 梁启超当时命名的所谓中华民族 当时这个国家民族这些概念刚刚有 所以我们把这个西方的这些主义都拿来看哪个好用 这样的话呢 就是说要救国救民 要改造国民性 等等 就是要从文化上 从根本上来改变中国 当然这个背景呢 是我们奔远退点 看得更深的背景 就是说我们中国实际长期落后于西方 到了1840年近代时 我们开始 迪士雅对军战争开始 那中国呢 就尝到了西方这个船船炮力的力 所以签署了这个所谓的丧生鲁国的南京条约 或者要被迫打开了我们的国门 但是清政府他并没把这事当回事 所以过了二十年 1860年就爆发了第二次啊 就是咸丰期间 所以呢 就是说第二次呢 火烧了圆明园 中国人这次痛切了 通过慈禧和龚新王等等这些人的这个新球争变 他们搞了这实际成二十多年 接近三十年的所谓改革开放 这就是所谓的同志中性 同志皇帝和光绪皇帝 同志就是通光中兴 通光中兴之后呢 就觉得我们得西方学习西方的器物技术 要搞船舰炮力 要搞这个洋务运动 开工厂 开广山 要修铁路啊 等等这些呼声 所以我们建了一些什么 这个汉阳的这个野链厂啊 兵工厂啊等等 南洋北洋都在日后朝天干 但是没想到1894年 我们又输给了日本 那输给日本 1894年95年的这个 这个这个甲午年间发生了这样的战争 我们输了一个小小的这个国家 日本 所以呢 这个我们就觉得这样东西还不行 所以呢 那还要从这个根本制度上进行一些所谓改革或者改良 所以这就发生了这个所谓的战争 所以这就发生了这个所谓的战争 这个是1898年啊 这个事完了之后 实际是到了这个清朝的清朝的末年了啊 我们无需变法的这个失败之后 那当然到了1998年 慈禧这个和工序这个去世之后 呃清朝的开始进行宪政改革了 就觉得不仅仅是这个呃 呃技术不如人呃 呃政品不如人啊 我们主要是现代化制度 政治制度是没有啊 但是这就由于改革的步伐慢 也由于各种大家这个国情的原因 所以也叫也因为命运的原因 这个呃慈禧为首的最有权威的啊 他去世了啊 啊去世之后呢 实际上呢 就是转大了1911年 就是所谓的心爱革命啊 从心爱革命以后到199 呃15年 这就是要爆发了这个啊 这样的一个啊 就是啊 心爱革命为主要 就是所谓民国建立了啊 我在前几讲中给他讲过了 这样的一个就是 南北一合 然后二次革命 宋朝人之死 到了1915年 袁仁凯称帝 16年他就去世了啊 然后17年又张军复毙啊 等等啊 那就是这样的一个纷乱的国势 大家就觉得中国得彻底的进行改造 所以激进主义便会出现 所以呢 这里面呢 就是说我们对五次运动怎么去定义 怎么去想着 五次运动 我作为共产党的解释 就认为是一个反地 反封建的这样一个爱国群人运动 但是作为 保守主义 自由主义 他们认为不是这样 啊 认为五次对中国是一个 世界上灾难啊 嗯 成年游戏游行 这完全是一动乱啊 当然呢 自由主义像杜威啊 什么这些人啊 来中国 罗素等 他们认为五次是一种像欧洲一样啊 意大利 德国那种 文艺复兴啊 或者宗教改革 也像这个法国的那种一二百年前的这个启蒙运动一样 所以这些观点呢 实际上至今呢 是大家争论不休啊 就有党的解释啊 国民党直接把这个叫五四艺术节 所以就有了五四到底是什么啊 就是说我们传统的历史观 正统观就认为这是爱国 爱国运动 或者叫刚才曾明哥介绍了 叫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啊 保守派呢 认为五四完全是一个激进的 实际上这些游行就是打瓦奖 就是动乱啊 也是从 接近一百年以来 中国一直实行的这样的一个激进的革命啊 就是 所以很多人提出来要告别革命啊 认为五四破坏了中国传统文化 破坏了社会的道德良俗啊 破坏了秩序啊 还有一派呢 是中间派观点 这就是所谓自由派观点 他们认为有相这种运动 但是 折腾半天 半途夭折了 这就是所谓的像李伯后等等提出来的 叫旧王压倒了启蒙 啊 当然我们一般理解旧王还是更急 所以你看 就是说一个五四运动 它本来是这一件事 这有三种不同的观点 所以让我们确实很疑惑啊 我们知道蒋介石国民党这个当局 他们在当年对这个东西 对五四这东西完全是一种批判的态度的啊 他认为破坏了这个社会秩序啊 就是五四发生的 刚才周明克也讲了几个观点啊 五四能发生的 他有新思想 包括欧美的这样的思想传入 有我们戊戌变法的这样一个启蒙 包括清末新政啊 考察国外的宪政 及其陷害革命啊 又那会儿呢 风云际会 涌下了很多像陈独秀 李扎钓胡适啊 杨吉涛等等这样的人 所以刚才也讲了 大学也开始兴起 学生也渐渐增多 另外一方面呢 像这种杂志报纸也非常的多啊 所以他有了这个学生的这个基础 当然我们说在这种情况下 就在那个年代啊 191年那个年代 各种思潮从日本转介过来的 翻译的各种新思想啊 这个归国留意当年统计可能有两三万人 所以就当初来看就很很这个很丰厚的 这样的一些欧美的这个欧风美语啊 这样的一些思想观念就带进来了 再一个呢 就是说清过这时候费多的科举 中国呢 这个现代化建设也走入了一个相对正规 所以当时那个城市化水平也比较高了啊 读书的人相对也比较多了啊 就是说这个呃 又废主了科举 后来修铁路啊 办实业开矿啊 等等啊 就是说城市化 它也是一个基础啊 呃 再早十年花二年也根本就没法变啊 这就是说它社会有它爆发的这样的运动的一个啊 基本的啊 啊 基础 那当然有一个就是说世界列强 所谓的反封建就是列强对我们这种啊 压迫 所谓列强 魂刺 弱肉强强 那中国当时的 有文化的学生或者教授或者知识分子啊 他们都认为中国可能要灭亡了啊 所以呢这样的一种情况下就是说 我讲的救亡压头启蒙 就是民族的空前的危机啊 当然的民国期间这个政府也是相对来说比较民主比较自由的 所以也就是有我们这个所谓思想解放运动或启蒙运动啊 这也算像春秋战国时期那样的有百花齐放百花争鸣啊 总体简单说 粗暴的说就没人管啊 所以中国当时呢尚且维持有欲坠啊 他没分岭啊 所以呢都是呃以后才发生了长年的这个军阀混战啊 包括这个日本人亲领 这我还算比较安定 所以总上所述讲的这么多 就是说五次发生它不是偶然的 这你中国这个搞改革改良 但你慢了 你别人受欺负 你慢了 原来就落后 追赶的时候你还速度慢 那你走向世界过不动 就避免遇到这样的一个内外的这个区物 啊 所以呢这个五四运动和启蒙运动就在这个啊 1915年到1920年或者25年这个七八年间啊 就以这样的一个很激烈的方式啊发生了啊 所以呢 他有当时的这个国内国际的这样一个啊环境和条件啊 但五四呢实际的这个运动呢 就是说或者从启蒙和救亡角度来说 他随后呢通过这样一个标志性的游行和火烧 这个赵家罗啊 但是他呢实际上转向了啊 所以五四呢实际上啊 把来过去是救国家救人 变成救民主 所以呃五四运动它实际是从从我们最开始里的就是要挽救大清国 然后要挽救这个亡国灭种的危险 然后要挽救这个中华民国啊 然后呢要救所谓的这个人啊 一直到就是说到各个城市或各个省 等于我们二十二个省啊 就是说1840年一直到五四的时候 实际上国家这一直处于这个比较动荡啊 当然有一些短暂的三十年的这个黄金期啊 所以呢 那由推文大清建为汉人国家 就所谓屈达鲁啊 恢复中华啊 就是到了大家觉得亡国灭种 虽然有孙中山宋教人 黄兴他们这些人啊 起来也有袁世凯的新政啊 包括袁世凯的父亲 就是这个历史越来越紧迫 内外对压迫越来越越厉害 啊 所以南北的对立的形成军派割据以后 这陈东秀这些知识分子 那当然当年有两三万 这个留学回来的人 所以他们就是说 要改变 所谓思想启蒙 就是排除这个旧道德 旧政治 旧文化 所以旧国问题 故事也标志这样的一个 就叫燃眉之敌啊 中国人的对这种失败的记忆 就是太多太多啊 所以呢 各个地方都搞 比如像毛主席在湖南 搞这个毛主席搞这个 湖南共和国 就是所谓联省自治 就是启动帮联和联邦的东西 解决中国的问题 还有一个呢 鼓吹的自由民主 法治科学 就是说他从人权 从民主的转移 这个转移转移的时候 实际五四期间 到以后的发展 就是所谓什么人权啊 民生啊 或民治啊 等等 这样子向内方又发展了 转弯了 这个五四运动的背景 还有一个就是说 中国虽然那会资本主义 得到了大发展 但国内民族工业非常脆弱 所以也面临着 列强在经济上的一些捋夺 或者说帮助改革开放 但当年人这理解 就是我们吃亏了 所以呢 在这个政治经济上 意识上 我们都对所谓的西方 有种抵触情绪 在这会儿呢 文化的论战也是 就是说 儒家到底应该不能坚持 还应该彻底的去打倒 白化文应该不能坚持 这当时的这些大的学者 也都是去论战 互相的去骂人 甚至动手来打 比我们今天的这个群里边争论 是不差的 又有呢 这样的什么新青年 什么这样的 陈独秀李达昭 南辰比利 他鼓动的这样的一些东西 所以呢 他就是说 隔断了一些传统文化 所以我们看到了 五四远一点 就城市里面有些变化 比如说 争取妇女 人权问题 传统伦理 关于少道等等 当然这都最后被蒋介石滚党 他们去继承了 到台湾继承了 那当年呢 为什么这么激烈的批判这些东西 甚至到今天 都是因为 有这个亡国 蒙国灭种 或者落后于西方列强的一个基本现实 所以这个是 所谓人权民主都让位于这个民族和国家 所以呢 外政国权变成了一个最重要的概念 所以这个所谓什么人权呀 民想民智啊 这东西也就都无所谓了 所以那会爆发了很多所谓主义 就是什么无政府主义 自然主义 各种党派去林立 就是这样 所以西方启蒙运动在中国来说 它是一个先天的 它不足 但是又赶上五四这样一个传统文化的冲击 但是呢 这个事情呢 就是悖论在于 当时传统文化大多数的坚守的市深阶层 是应在中国广大的乡村 北京上海的大城市闹得非常热闹 但是非常脱节 我说这些所有意思 你都能联想到当代 都一样 奴村静悄悄 奴村还是那样 鸡贫鸡肉 还是过着这种 这个老俗不相往来的 这样一段生活 天原木钻式生活 当然呢 这个从近代史来说 就是说 武士运动对于国民党的改造 对于中文人党的成立 这就补充说一句 这国民党实际是1920年中旬 在北京就成立了 21年那时候 后来了 所以呢 就是说 大家寻找救国救民的理论和良方 大家就各种理论时间变了 后来终于发现 这个东西谁能给我们呢 那就是北方的苏俄 俄国人给我们 日本人老想去独占我们的东西 虽然当时 徐志昌当大冯总的 段旗队当内阁总理 他为什么跟日本人这个关系比较好比较亲密 是因为当时给民国政府这个财政还是有困难 日本是政府借给段旗队这个段旗队他们钱 那时候一借就是几千万元 利息也比较低 有人借你钱这种东西 你别人得对这些是好 所以他说不清道无名的事情 但是这里说一句 但其实并不是说 跟日本人都好 也是他所谓段旗队 他临机的措施 无可奈何 而抗日战争的时候 他坚决反对跟日本人去合作了 这个北方军队几乎没有跟日本人去合作 所以五四运动他对共产党而言 对国民党也都是说引起了激进的革命 把学生都调造起来 市民都参与了 这样的国民党实际对这东西非常反感 所以27年的北伐成功之后 取得了中国的基本上的主权之后 当然他对这些人 学生运动领袖 学生运动都是一种排斥 所以慎政府 那共产党当然非常愿意利用这个 所以这个东西就是说五十分钟的领导人 学生领袖 最后都变成国共双方的一些高官 大家耳熟能强的一些人 国民党里边什么张国焘啊 毛泽东啊 等等这些人 我们在意大里边有好几个 国民党里边也有很多 就是说内忧外患 别人要计划 这里边有一个革命和破坏 改革和改良 这样的一个关系 应该说必须看 谁把握不太倾盘 那百年回看呢 在文化上也一样 你这思想启蒙 反对修宗教修伦理 拥护这德先生散言上 但你批儒到今天为止 还有人认为这儒家还得坚持 当然可能都有道理 就是说不能龙儿统治 一起就批判了 但是那种情况下 包括今天 是不是把洗澡水泼了 把赵盘里的婴儿也一块儿泼了呢 多数人可能说或者很多人仍然认为还应该给泼了 就是必须不是革新了 必须得革命 不是周虽旧邦其命违星了 必须得革命 这也是当时受到1917年苏俄 就是列宁布尔什维克在苏联取得了成功 当然周明科也讲了 他们给我们一些 要给我们还我们土地 要帮助中国革命 帮助中国摆脱这个列强 再加上他的成功是文作用 所以共产主义就传遍了中国 中国的传统就以这个旧文化旧道德了 这种以儒家 在五四遭到了彻底的否定 当然有人坚持 但是你知道实际历代的政治家 包括一些权贵 实际上拿这个东西还在做这个 这样的一个就是 当作一胡人俗吧 其实也不是真心的 就是都是为我所用 所以这些东西到今天为止 仍然是旧文化 应该被人家保持 应该怎么样 这个仍然是征伦不休 包括一些艺术形式 所以1920年以后也有一些 比如说国民党内部发起的 包括学生也发起的 什么整理国共 搞国学院 救国 复辟什么国学中医 京剧 国画 等等 这些东西 他也不是对不对 是一种文化现象 可以具体来分析 他像胡志亮 比较温和派的 比较中立派的 其实他在五四期间 看他的表现 他的文章 包括他后来的评价 其实今天看来仍然是非常激进 中国人实际上 总体来说 这个国家和民族知识 他对这个社会进程的改变还是慢 但是大家又着急 着急怎么办 就是那个外国人家就搞激进的 血色的革命的 就搞这样的东西 所以五四呢 你不能完全批评他 包括激进的革命 他有他热血沸腾的这一面 当然他有他这个激烈 其实对这个国家的后人 我们知道后代 我们能数过几十次的 这个学生运动 所以这个五四呢 他确实是一个 就是从思想文化 这个史来说 中国来说 这个比较复杂的这个事情 国务两党评价是 既然不同 今天呢 我发现回望五四 也是为了更好的反思 所以也就是说 传统和反传统 西方跟东方这样的一些文化 或者是体制 特别是文化 什么论证 我们看到很多人 不知道鲁迅 虽然没有直接参加五四 但他一生致力于批判 这个所谓国民性 这对不对 今天仍然是有争论 他是历史的一个关节点上 这个变动 中国转折的 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关节点 所以他影响了实际上 接近百年 但是百年过去了 对中国传统文化 对社会文化深层结构 有没有根本的趋骨拉脚作用呢 其实也没有 文化和这种民族的内部深处的血液 基因 DNA 东西是很难改变的 你多激烈 其实你是中国人 比较你这东西是非常难破坏的 所谓的全门新化 也不太可能 所以我们从悲观的角度来说 五四之后 中国就变成了一个 无论从政体 国家国运 到人民 到政党 所有东西 大家全分裂 就是说 他是中国从传统 中国的社会 走向现代化 一个必然现象 或者一个结点 或者一个 一场 劫难 我个人认为 五四有它的优点 一直是肯定 但它有很多的 局限 当然至少 当时的德先生 算一下 所谓科学 民主 人权 法治 等些概念 宪政 他实际上得到了普及 也得到知识分子的普遍欢迎 这个形成了中国的一个 类似春秋战国时期 又一次的百花齐放 百战争明 也因为那个时候 旧学又得到了新的发展 更可惜是西方的思想文化 进来了 当然它带来的 给中国的命运 带来的是红色的 是血腥的 这样的百年的历史 好 今天呢 就是说 周明哥用了大概一个小时 我呢 大概可能说了二十来分钟 这个大家呢 有什么问题呢 可以文字提问 让周明哥 周作家可以回答回答 我也可以试着给大家回答 就是讲座部分 基本今天就到这里了 谢谢大家收听 进入这个问难环节 好的 那个前几天吧 共识杀龙 那个提号吴老师 讲了一些这个欧洲启蒙运动 我就觉得这个启蒙运动吧 你看它也有一个复杂的面向 而且 就是说各国家吧 它的这个形态啊 它的这个内海有点不太一样 比如说什么苏格兰启蒙运动 和法国这个启蒙运动 启蒙运动吧 大概就是18世纪初吧 可能是受这个 什么牛顿这些科学的发展的影响吧 然后什么科学理性啊 然后 这这方面有点 就有点有点那个 势头有点猛 然后 开始催生这个启蒙运动 然后后来是以 这个法国大革命吧 基本上以这个来为结束 也已经到了这个18世纪末了 这个启蒙运动 我刚说有个复杂的面向吧 比如说法国的启蒙运动啊 虽然它也就是说 也这个传播了这个 或者说是它发展了这个 什么民主啊 法治啊 这些宪政啊 这些这些理念啊 甚至说这些理论 但是呢 它也 为这个法国大革命里边的 这个提进主义吧 它也提供了 一些思想渊源吧 应该说 就启蒙运动吧 它也有一个复杂的面向 而我就说吧 就是中国的这个武士运动吧 就是之前吧 它也有点像文艺复兴 第一文艺复兴是复兴 古代的东西 比如说我们当时 以这个所谓的科学方法吧 因为当时的言论啊 或者学术都比较自由了 因为 啊 这个地质结束了嘛 这种压迫 没这么深了 所以说这个 学术的这个小洋车啊 开始了 啊 我这个 啊 我就觉得吧 啊 当时吧 你看也有一些国学的 这个复兴啊 我就 而且就是这个 真正的一些研究吧 哈 比如说 呃 王国伟 哈 陈寅克啊 他们 啊 对于这个国学的一些研究吧 啊 甚至于对于这些思想的惨发 他就带有一些 文艺复兴的 这个特质啊 虽然不能说完全像 但是带有这个特质 然后呢 啊 武士运动 哈 新文化运动 他又带有这个 启蒙运动的 这么一个特质 但是我刚才说了吗 西方的这个启蒙运动 是一个很庞大 就是很 很复杂 很多元的一个东西 然后吧 又又又 传播到中国来啊 中国肯定一丝半会 他也消化不了 哈 啊 然后吧 就是而且本身吧 也有一个复杂的面向啊 我们这个边也之中了什么激进主义 哈 当然也有一些 呃 自由主义的这些因子吧 哈 呃 我再补充刚才说的吧 哈 比如说李哲后说 呃 他就压住了这个登明权啊 因为当时这个民族危机感呃 加重了嘛 然后呃 就想让这个国家迅速的这个强大起来啊 因为这个呃 苏俄的那条东西吧 后来他也就是说也有也也也也貌似强大了啊 比如说经过斯大林什么那个五年计划吧哈 当时那个诱惑力更大了啊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 呃 叫激进压倒了 环境哈 我认为就是当时吧 如果社会能保持一个环境的状态 这是最好的了哈 然后呢 这个日本在五十运动前后哈 对中国这个影响真是多方面的 比如说我刚才说了吗 这个马克思主义的这些理论吧 这些思想啊 他都是通过日本这个二手传过来的 还有日美啊 在那个摩二十一条那个时候啊 压迫中国 是中国这个爱国主义民主主义的兴起啊 然后在这个巴黎和会和那个一战期间啊 又对中国进行压迫啊 有进一步刺激了中国的民主主义啊 然后还有他把朝鲜给占了啊 然后吧 又对押朝鲜的一个三一运动啊 就说让中国的这个危机感啊 啊 就进一步加增了啊 推动这个中国的这个哈 这个激进主义啊 然后而且把中国的这个民族情感吧 有有有的推向那个数额了啊 我说这个日本对中国的这个消极影响还是比较大的啊 但包括这个思想文化方面的啊 一切影响 那个说武士进一步转向呢 他这个因素是什么啊 肯定有很多的方面吧 尤其是这个刚说的这个国际因素的这变化 外力的这个变化 尤其是这个苏俄啊 他的这个不单是他的这个思想文化啊 意识形态对中国产生的影响 然后他啊 又拿着他的金钱啊 拿着他的装备啊 拿着这武器啊 来直接干预中国的内政啊 当然也是在中国某些人的配合下啊 所以说对中国历史吧啊 中国中国政治中国社会啊 就是说产生了一个很巨大的影响啊 当然了也包括刚才说的 我们列强态度的变化呀 好日本的表现呀 可能就促持这个啊 武士就是进一步转向啊 更为激进啊 当然了也有一些啊 内部的这些因素啊 我们说中国的未来啊 还需不需要这个武士运动呢 啊比如说像这个学生啊 还要不要再次出头呢 啊就像最近这个风潮 我觉得这个吧 就是不管是学生也好 就是社会的其他人也好 包括什么知识群体啊 学术界思想界啊 包括普通的大众啊 我觉得就是积极的这个参与政治吧 嗯我觉得啊 都是就是说很需要的 很必要的啊 当然啊 他的前提应该啊 就是说有一个这个自我启蒙 和启蒙的过程啊 让自己的思想尽量的成熟起来 啊当然就一般来说 青年学子他就普遍的热情大于理智 啊可能容易被操纵 被利用啊被煽动啊 这可能是他一个双人见吧 啊但是呢 我觉得啊只要是成年人吧 呃参与政治吧 他是一个呃很必须的啊 就说一个很重要的啊 啊不管是对国家还是对个人啊 他都有一个重要的影响啊 啊然后我们说吧 就是五四当时吧 啊就是说他的诉求啊 甚至于那个时代啊 很多的这个自由的因子 民主的因子啊到今天来说 哈就是发育的就很糟糕嘛 啊所以说 啊不管是这个啊就是说 那个新文化运动啊或者什么 什么中国式的这个启蒙运动吧 甚至说中国式的这个文艺复兴啊 我觉得都还需要在继续在思维化啊 在新时代里啊他有一个更好的啊 发展发育啊 然后让中国啊算是面貌一新啊 或者是脱胎换骨啊 呃至于说那种啊 比较激烈的这个运动吧 我觉得这个在一定时机可能是啊 必须的甚至说在他以后吧 可能啊也会发生啊 比如说你看哈 你们法国那些工人罢工的啊 或者美国的一些什么上华尔街去抗议的啊 这些人表达诉求吧 就是以这种激烈的形式啊 啊他也是必须的吧 啊包括学生啊 因为学生吧 在现在来说 他是比较有组织性的啊 可能要比一般的社会群体啊 他有这么一个便利啊 我觉得可能吧 而且大家对学生吧 可能的同情啊 可能也比较多一些啊 总之我觉得未来吧 可能中国的学生还真有可能啊 扮演一个比较重要的角色啊 但是呢也离不了社会大众的这个 支持和这个 配合吧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